世界上最巨大的十款火车 第一名震撼人心 超越铁路的神话存在 今天世界之眼就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世界上最巨大的十款火车 从南非的崎岖山谷到北美的广袤草原 这些铁路背后的故事绝对令人瞩目 让我们一起启程 踏上这趟火车之旅吧 第十名卡亚斯铁路 这些铁路火车是巴西重要的工业运输工具 负责将卡塔斯矿区的铁矿石运 送至萨罗伊库库梅德拉海运站 由VSA经营是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 这条铁路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为满足铁矿石需求而设立 由九英比铁轨发展而来 1994年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工程项目 正式启用则在1995年2月28日 至今 它被预为该国最高效的火车 运输列队庞大 有330节车箱组成 每列火车可运在42.2万吨铁矿石 长达数公里 然而 该铁路引发了环境争议 涉及砍伐森林 土著搬迁和亚马逊雨林生态破坏问题 为减缓对当地生态及社区的影响 VSA采取了多项环境和社会倡议措施 第九名 英国铁路五十五行 英国铁路五十五行 也被众所周之位德尔提克火车头 是英国铁路历史的象征 它于1960年代 由英格兰电器公司精心打造 拥有全新设计和极高的动力 这款柴油电力机车 是英国机车技术的巅峰代表 最初由英国铁路拥有和运营 五十五行德尔提克机车 于1961至1962年间建造 开启了英国高速旅行 和货运运输的新时代 这项计划代表了 对国家运输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 每辆机车造价约为6.5万英镑 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五十五行德尔提克 以其速度和牵引能力而受到赞誉 主要用于英国各地的重型客户列车 对于英国群岛上的货物 和人的高效可靠运输发挥了关键作用 凭借其独特的外观和强大的引擎 五十五行德尔提克 很快成为了英国工程技术的象征 和民族自豪的象征 它长达69英尺 重约100吨 是当时英国最大 最强大的火车之一 它们的大小和设计 使得它们在英国铁路网上 一眼就能被辨认 引发了铁路爱好者 和普罗大众的想象 关于英国铁路五十五行的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 在推出时它拥有英国当时最强大的柴油机车的称号 它的强大引擎 使火车能够达到惊人的速度 赢得了其至今未被超越的速度和可靠性的声誉 尽管它们已退出正式运行 但五十五行德尔提克机车 在铁路爱好者的心中仍然占有特殊的地位 第八名 联合太平洋铁路 如同美国西部本身的宏伟遗产一样 联合太平洋铁路横跨了美国二十三个州 总长三万两千二百英里 西起芝加哥和西奥尔良 是美国第二大铁路系统 这座庞然大物操作住八千三百辆火车头 编织住一幅货运运输的壮丽交响乐 跨越美国西部 中西部和西南地区 追溯起起源至1862年的开拓精神 联合太平洋铁路 在建造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辟了传奇的overline路线 将美国东西两岸连接在一起 随着岁月的推移 联合太平洋铁路稳步扩大旗版图 吸收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铁路系统 包括密苏里太平洋铁路 西太平洋铁路 德瑞坎沙特斯铁路和芝加哥 岩石峡谷及太平洋铁路 联合太平洋铁路 保持住北美运输最重的货运列车的记录 这项令人惊叹的壮举 见证了一列火车 运载了惊人的两万八千吨货物 1934年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研制的火车 打破了内燃机车的新速度记录 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104英里每小时 这相撞举 凸显了该公司在跨越大陆运输中的引领地位 作为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的重要参与者 联合太平洋铁路 在美国东西两岸的连接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并在1869年由他州举行的历史性 Golden Spot典礼上达到高峰 第七名 四山沙拉纳铁路 踏上一段穿越南非崎岖地形的旅程 这条西山沙拉纳铁路贯穿南非领土 全长超过535英里 从北开普省西森的富含铁矿的矿场 纵观至西开普省著名的沙拉纳港口 这条被昵称为出口之线的铁路命脉 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 每年运送惊人的6000万吨铁矿 到等待的船只那里 这个工程壮举 首次于1976年时间 开辟了一条跨越南非各地景观的进步之路 1977年 Transnet货运铁路 曾被称为南非铁路港口接受管理 对铁路进行电计划 为运输更重的货物 跨越更长距离奠定了基础 并拥抱了更大的包袱 这列火车穿越崎岖的地形 克服着高耸的海拔和壮观的山谷 是人类决心和工程技术的见证 铁路的发展 从10条到19条交叉线的扩展 体现了对效率和运输能力的不断追求 确保了沿着单轨线行驶的 对象列车的通行 这条铁路因运行世界上最长的生产列车 而声名远播 已是由342辆货车组成的列车 由强大的15亿型火车头推动 长达令人惊叹的12400英尺 总重超过41000吨 这些巨大的火车 在漫长的路程中运载着铁矿 其规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第六名加恩号列车 登上加恩号列车 体验澳洲独特的火车之旅 它穿越澳洲北部至南部海岸 停靠阿德莱德 爱里斯泉和达尔文等城市 这列车行程超过18000英里 拥有53小时的经线旅程 原名阿富汗快车的加恩号列车 于1923年获得此昵称 或许是为了纪念19世纪末 来到澳洲的阿富汗骆驼司机 1997年私有化后 加恩号由Journey Beyond Rail Expeditions运营 列车长约2500英尺 由Pacific National N2型机车牵引 曾以前是A型或DL型机车 二战期间 为过展服务 特设设施处理有限的水源 1970年代 新铁路使用柴油机车减少了水需求 因此可以走更干燥的路线 从塔鲁拉到爱里斯泉 第五名 BNSF铁路 BNSF铁路是北美七大一级铁路公司之一 拥有逾35000名员工 组成庞大的团队 遍布32000英里的铁路网络 跨越28个州 其惊人影响力广泛影响住美国的经济中心 拥有近8000辆火车头 BNSF铁路贯穿美国东西 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输送动脉 值得瞩目的是 BNSF铁路运行驻世界上最大的火车之一 其中一列超过2.2英里 满载458节火车 刷新了以往3000米435节火车的记录 这标志住BNSF铁路在运输史上的重要时刻 凸显了其创新精神和兑货运运输的引领地位 第四名 诺福克和西方2156号 诺福克和西方铁路 以其自家车间打造的机车而闻名 以应对其特定运营需求 其中 Y5和Y6类型的机车 专为应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的重活力而生 2156号是其中仅存的代表 为铁路历史的珍贵见证 2156号于1942年于RONOKE车间建造 属于Malit是蒸汽机车 具有2882的轮毂布局 是Y6A类型的一员 它配备了更大的火箱 使得其功率得到显著提升 在初期 其间引力达到了15万2000磅的驱动力 后来经过修改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6万6000磅 坚定了其作为存是最强劲蒸汽机车之一的地位 虽然常被联合太平洋404号被Boy所掩盖 2156号却在其运行生涯中 在诺福克和西方铁路地区运行货运列车 尤其是煤炭运输中扮演重要角色 尽管柴油机的出现 使其被主线淘汰 2156号仍忠实地在1950年代末期之前 继续运行煤炭列车 体现了蒸汽技术 在诺福克和西方铁路运营中的持久重要性 2156号 现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一司的国家交通博物馆 透过1985年的外观修复 为后人保留了其传奇 2014年暂时展出于维吉尼亚交通博物馆 回归胜物一司后成为永久展品 2156号的静止存在 相指出蒸汽机车曾经统治时代的重要性 展现了美国铁路夜创新与坚韧的精神 第三名 摩拉尼亚铁路 摩拉尼亚铁路是摩拉尼亚的钢铁命脉 连接着摩拉尼亚铁矿的核心到繁忙的耐度港口 其历史充满了胜利和试炼的故事 自1960年铁轨首次铺设以来 这条铁路对该国经济的关键作用 让人难以预料 最终成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4年 铁路被国有化 成为了该国进步的象征 然而 随着摩拉尼亚在1976年扩展至西撒哈拉南部 铁路却常常受到波利萨里奥民兵的威胁 使得繁忙的列车陷入停滞 给国家的经济引擎造成沉重打击 这场动荡导致了摩拉尼亚历史上的一个拽折点 触发了1978年穆克塔尔 奥姆总统被罢出的政治动荡 以及随后的车出西撒哈拉 现在 经修复的铁路经历了重大变革 顽强的列车在1980年代早期重新启动 然而 这条铁路不仅仅是历史史然 它的运营规模也是相当惊人的 想象一下 长达三公里的火车每年运输一六百万吨的铁框石 组成的火车有三到四辆强大的柴点沿地机车牵引 每截车箱装载高达84吨的铁框石 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怕冒险的游客 他们坐在这些巨大的旁车上 勇敢地面对酷热的温度和崎岖的地形 只为一睹沿途的原始围景 这条铁路也经历了近期的发展 投资了大量资金用于新机车的购置 并定期改善其运营 2014年 矿业巨头LenCOR通过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协议 获得了18年的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使用权 期许与阿扫和GabrielJ的铁框石矿场相互连接 然而 铁框石市场波动使这项宏伟计划急剧逆转 凸显了这一行业的不稳定性 尽管如此 这条铁路继续踏着坚定的步伐前行 它是对人类企业家精神的见证 克服了最严峻的地形和最不可预测的市场力量 第二名 加拿大国家铁路 在北美运输业中 有一条极其重要的铁路 它就是加拿大国家铁路 这条铁路网覆盖了加拿大 延伸至美国 是极其庞大和广泛的 这样庞大的铁路基建 对于整个大陆上货物 资源和商品的运输至关重要 整个铁路网覆盖了约32800英里的距离 成就非凡 加拿大国家铁路的成就中 最值得注意的之一就是建设了 延伸自温尼泊至太平洋海岸的 大干线太平洋铁路 该公司还建设了多条支线 扩展了网络覆盖草原省份 连接了重要的城市和城镇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列车运营方面 加拿大国家铁路运用了多种列车和车辆 以支持不同的运输服务 随着时光的推移 加拿大国家铁路不断更新车辆 投资现代化的机车 这条铁路在一战爆发后面临了经济压力 最终于198年被国有化 政府将其与其他铁路合并成立了加拿大国家铁路 这是加拿大运输史上的重要时刻 自1927年的联邦型机车开始 加拿大国家铁路进入了一个 以482号山脉和282号马卡托等流线型机车为特色的时代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电计划 并于50年代将三个电动列车加入了加拿大列车 1966年 加拿大国家铁路订购了57C车UAC涡轮列车 标志着涡轮列车时代的开始 直至1982年 加拿大国家铁路是加拿大铁路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其对技术管理和铁路运输的影响深远 第一名 Big Boy 40114 铁路界的传奇存在 Yuan Pacific的Big Boy 40114 这列火车是25辆Big Boy列车中最为宏伟的存在 第一辆于1941年本是 这些机车的体积之庞大 让人赞叹不已 全长达132英尺 重达惊人的120万磅 然而 令人惊叹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体积 更是其复杂精巧的设计 Big Boy拥有独特的关节结构 使其能够灵活地穿越复杂的路线 应对各种棘手的地形 其轮牌配置为4j884 包括4个前置引轮 8个驱动轮 另外8个驱动轮和4个后置轮 这样复杂的配置让他们在犹他州奥格登 和怀俄明州下沿之间的运营非常成功 在这两个地方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有趣的是 即使在退役后 Big Boy这些巨型列车仍然找到了新的生命 他们中的7辆现在展示在全国各地 成为了令人怀旧的代表 回忆着过去的时代 圣路易斯 达拉斯 奥马哈 丹佛 斯克兰顿 格林贝 以及夏延等城市 骄傲地拥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物 吸引着大量观众前来一睹他们的风采 Big Boy4014本身的历史也值得一提 他于1941年12月交付给Youngian Pacific 开启了一段令人惊叹的旅程 在20年的服役期间 竟然行驶了1312英里 1961年12月推移后 这列车的传奇似乎到此为止 然而 命运却给这个铁路巨人 安排了另一番安排 2013年 Youngian Pacific 从加州波莫纳的铁路巨人博物馆 重新收购了4014号 这标志住他历史中的新仪仗 这些就是全球最壮观的铁路 每条铁道背后都是历史 技术和人类勇气的结晶 如果你也对这些火车和铁路的传奇故事 感到震撼 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最喜爱的一个 别忘了按下订阅和分享按钮 与更多人分享这段不可思议的铁路之旅 感谢收看 下次再会